字幕志愿者 李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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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深圳治疗室》第二季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Aman 同样我身边都有李慧怡老师 Joe和大家谈谈我们今天的话题 你好Joe 你好Aman 是的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讲迁移情绪 挟问片 其实可以选择的话 很多人都会选择留在原生地生活 不过都有不少人选择迁移他方去生活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那么现在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好大 亦都有很多外围因素影响 其实人心都会求变 覺得會不會找到另一個環境去生活 其實會是一個出路 所以在看近年香港的情況 移民的人數大增加 是的 我們講到移民 移民之前 通常人們只是準備資金 或者語言能否溝通 還有什麼需要準備好才做移民決定 其實在移民過程最忽視的就是情緒方面 很多人都會把情緒放到最後 就是看一些實際操作才是最重要 例如剛才你說到金錢 這麼多錢移民 生活是怎樣 一些安排 另外就是子女升學 這些都放在一個很高的位置 但是將情緒和一些家人關係 就放在一個教後的priority 是的 我聽說過 現在這個年代移民的心態又變了很多 可能那些人真的還沒做好準備 已經說 我要撞走 好 一起 明天去吧 走 不知道去哪個其實 去到那裡 反而變了 那些情緒會不會影響到 之後的成長歷程呢 他根本就沒有準備好 其實他就不知道去哪 去到一個地方才算 那些想法 其實我們去到移民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到Diespera Emotion 就是裏面究竟你那個親屬關係 那個人際默落 會因為移民會有甚麼轉變 可能是更緊密的 但亦可能是因為這樣而斬攬 現在我們現實中看到的情況 是斬攬為多 第一 例如一些年青的家庭 他們移民 突然間做了這個決定的時候 其實就會在香港留下了一些老人家 老人家就不願意走 就說 你們走啦 小孩要讀書 你們去那邊發展 我們留守香港 但那個情感上 究竟是否這麼容易可以中斷呢 在現代人的角度 會少了去深思逐淚 原因就是會太輕易地說 我們透過視像 透過這些遙距的方式 就天天都可以見 反而沒有以前會想那麼多 捨不捨得某一個人 捨不捨得在香港的家庭 變成很輕率地做了一些決定 其實就會導致 有時就是你過到一個他方的時候 就開始會有一些後悔 所以才發現原來透過視像去見面 跟實際每日生活是很不同的 這些情緒上的東西 其實很多時就忽略了 去到一個他鄉重新建立生活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難度 因為在現實環境中 你要重建重新經營很多東西 自己的事業 小孩子讀書 周邊的環境 木輪關係 其實這些都是要費神費精力去做的 但是同時之間 你又會擔心在香港的親人是怎樣呢 其實在這個位置 很多時就會導致負面情緒出現 我上網看過 有一個叫太空人家庭 其實太空人家庭是什麼 太空人家庭其實這個概念就很久了 香港由有移民潮開始 其實都已經會有這種情況 其實就是指一些核心家庭 其中一方伴侶要留守在原居地 另一方帶著子女去新的地方生活 兩夫婦就會分開了 就會造成了一些隔膜 所以太空人這個概念在香港 也有很多人討論了很多年了 嗯 明白 其實太空人家庭 為什麼會作出這個決定 一個人留守一個人去了異地 其實是什麼因素呢 是不是會子女讀書 或者各樣的因素 子女讀書 或者他想著可能過幾年之後 整個家庭移居過去 先有一部分人遷徵過去 坐一下移民監 一個就留在香港賺錢 賺更多資源回過去 但是就會導致家庭關係疏離 在以前的視訊各樣 還沒有那麼流行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是透過長套電話去聯絡 因為省錢 接觸又會少了 這是以前的問題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呢 好像很方便 隨時打開什麼流動通訊都可以看到樣子 但是問題就是 始終解決不了身邊的人 不是在你旁邊 很多時候 一來就會覺得很孤單 沒有了一個人去作支援 那種支援未必是實質的 不是說你需要錢 我轉錢給你 不是要這些 而是要情感上的支援 第二就是較為負面 就是會有一些疑心 會有一些妒忌的情緒 譬如我也認識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就是 媽媽和小朋友過了去外地 爸爸就是留守在香港 爸爸來尋求協助的時候 其實他就說 可不可以解決我太太的疑心呢 他很懷疑我出軌 但其實我真是天打雷明 真是誓願沒有做過那些事情 我就問他為何會這樣 原因就是 我們都是三四十歲 很年輕的 自不然會有一些性的需要 分隔兩地的時候 我們做不到 自不然等子女睡了覺 我們透過視像的時候 就會說一些甜言物語 我甚至會跟太太說 可不可以有一些虛擬性 譬如 太太你可不可以穿性感一點給我看 或者她自己也會有個要求 就是我其實在發洩中 太太你可不可以做某些動作 令到我興奮 但誰知出來的結果 就是太太懷疑她 就是 按住自己的性需要 太太的角度就會覺得 喂 現在怎可以做這樣的事 這樣是很醜怪 不可以接受的 太太就會覺得 你按壓不了性慾的時候 你會不會因為這樣 移出去找別人呢 無論是找一些性交易 或者去找一夜站 有很多疑慮 老公已經不停跟她解釋 但沒有啊 怎會呢 甚至連疫情也會出來了 你知道嗎 現在有疫情 找人出軌 都很難的 但是太太不相信她 只是覺得你有很多藉口 還有緣起就是 為何你不壓抑自己的性慾呢 你表達那個需要 即是你有慾望 有慾望就是有機會出軌 變成夫妻關係就很差 太太就經常叫我老公快點 去外地 老公就說未行 不可以 然後一路就在那種冷戰的狀態 甚至有時太太就會不接她的視像 因為覺得一接你的視像 你也是想起一些不正經的 究竟你要想到何時 那老公就會覺得很冤默 這就是其中一個 就是最近我接觸的事例 令到夫妻關係變得很差 其實始終也解決不了 老公未過去 是啊 其實真的直至她過去 會不會一直惡化下去 其實是很容易惡化的 有機會未去之前已經去到很僵 是啊 所以情緒的準備是需要的 對於親密關係 有機會變成疏離 甚至要有這幾年的斷攬中斷 其實都要有一種很正向的想法 就不可以每次去想一些負面的事 會不會淪落到她會去找性交易 想這些負面的事 這些就會形成了深魔 當然也跟她太太那邊 她在外地自己很孤立 她自不然就會覺得 老公你就好 你香港一個熟悉的環境 你要什麼有什麼 她就會倒過來就是妒忌過先生 覺得你在那邊舒服 但你同時還跟我說慾望這件事 你太過火了 其實這樣就會令到 伴侶關係變得很僵持 明白 其實始終都是深魔作祟 我們今集說到移民 夫妻我們說了一個心理 其實小朋友移民的心理 要不要照顧一下 她很小的時候 她到外地可能她都不知什麼事 已經去了外地 其實會不會有什麼事前的輔導 或者有什麼做 會令小朋友舒服一點 其實我們香港人很喜歡 Parental Guidance PG 家政指引 其實小朋友去到一個外地的生活環境 整個的教育也好 交友的環境都轉變了 其實很多時小朋友 就會覺得自己移居了外地之後 是成長了 多些東西是可以獨立去作主的 但偏偏香港人的文化 就會是家長式多一點 是 很多時我們見到 就是小朋友移民之後 那種爭拗就是源自於 覺得爸爸媽媽的管血是多 跟新的地方 那個文化是不同的 別人的爸爸媽媽沒有管束得那麼緊要 那爸爸媽媽就會覺得 哇 你這麼反叛的 很擔心你 然後那個磨擦又會出現 所以這件事 也都是最好在移民之前 就調適到 就是跟小朋友談清楚 我們將來的生活模式會是怎樣的 有什麼是可以互相協作的 這樣就小朋友有個心理準備 就不只是說 我現在在香港要中英數都讀的 去到那邊不用讀中文的 就是不只是這一個分別 而是他要面對整個文化的 成長文化的轉變 還有就是跟家長之間那種亦師亦友 既有是父母 但是同時都是一種朋友溝通的關係 這樣就會令小朋友的情緒容易好一點 然後就容易適應到移民的生活 嗯 明白 那跟各位觀眾都說聲 在移民之前真的要經過心思熟慮 考慮好所有的情緒、金錢、小朋友 那些這樣的問題才好 真是去行動 我們今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很多謝Joe的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 好 拜拜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